我小時候會經過的左營地下道 現在沒有了 不過相對來講 這可能是第一方便很多 第二是不是不會再淹水啦 沒有錯我們可以看到 在昨天這個市長 他非常高興的 他幫這個左營的這個 地下道填平工程 他來這樣這個撿財 而且他還走過去 這個地方以前 我可以看得出來 像去年這個823炮戰的那一段期間 馬上就淹水啦 我們其實在很多地方的地下水道 只要遇到大雨 就很容易遇有這個淹水的情況 所以他們在這個4月的時候 就開始把左營地下道把它填平了 他跟這個鐵路地下化之後 也是相關聯的這個工程啦 不過事實上可以看得出來 他填平之後 整個馬路就變得非常寬了 之前是有個地下道 那現在就不用了 不過這個地下道 這個完成之後啊 居然會有很多的爭議啦 包括市長有講到說 這個地下道呢 以前汛起的時候 常常會積水淹水 這個施工團隊不敢輕忽 不過沒想到做了這麼好的工程 居然也會被人家批評喔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張的CG 就說他很多啦 因為他原本預定的時間 4月中開始動工嘛 預定在5月31號的時候要完工 而且是第一階段的通路 因為他封住的是蠻重要的一個幹道 所以他在施工的期間 對交通影響很大 所以高雄市政府很貼心 希望說趕快早一點的來這個 看能不能局部的通車 本來是這個星期四要通車啦 對 因為他提前到5月27號 就已經第一階段的完工 所以他就部分的開放了 可是這樣提前的部分開放 也要被人家黑喔 就問題一堆 寧可再塞三天 說你好大喜功啊 我是不是搶著要通車啊 說沒有路燈啊 什麼相關的車道速限啊 垃圾不知道丟哪裡啊 排水設施沒有設立啊 可是他完全辜負了市政府的好心啊 市政府是不希望說這個交通管制 因為他事實上是7月完工嘛 難道你要從4月到7月 都完全全面的交通管制嗎 你如果這個地方被封起來的話 其實民眾經過這個地方 要繞一大段路 我看那個車程啊 至少多了兩到三倍的時間 所以他是希望你不要受到 這麼大的阻礙 所以他才把這個交通管制的部分 希望可以局部的來 就是看能不能提前 第一階段來通車啦 這樣的好心設計 居然也被黑得一塌糊塗 其實我們當初 台北市這個中校橋的引道 在拆的時候 也是過年期間啊 也是有分階段啊 這種跟馬路重要幹道 在做工程把它封路的時候 本來就會有階段性的這個通車啊 就是怕說完全把你堵制的時候 你很不方便 那這樣子也要被黑 但是路燈的部分 其實因為昨天施工的時候上午下雨啊 這工程延到晚上都已經裝好了 車道的速限呢 沒有處理完善 這個現場有人員在管制 那民眾說不知道垃圾丟哪裡 我覺得這很奇怪 那他沒有地下道之前 難道那些民眾都不丟垃圾嗎 就不會有影響嗎 這樣也變成是問題 那排水設施沒有設立完成 下雨就會積水 尤其今天晚上高雄 可能就會下大雨了 不過他說其實原本旁邊 兩道的這個水溝都還在啊 所以第二階段如果完成 也有完成工程 目前也有設立移動的抽水機 這些問題都按 機車道安全標誌沒有設立 因為他只有開放快車道啦 所以我覺得 要黑他的人 批評他的人 其實這些人都辜負了這個市府 體諒民眾交通不便的部分 沒關係我們高雄市政府有問都有答 現在在我們視訊線上的 就是水利局的局長 李榮威局長 我們直接請李局長來回答這些問題啦 局長啊 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你們當初第一階段 提早通車的用心是什麼 以及這麼多問題 你們是不是後來 逐一都解決了 好謝謝主持人 各位觀眾 那我們希望第一階段 就能夠通車 那讓大家呢 能夠提早來解決這個交通的不便 那這個通車之後呢 所有的這些標誌啊 還有燈號 路燈 我們都會在通車的時候呢 把它完成 那我們這樣子的通車 可以比原先七月底通車啊 事實上是提早了兩個月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對周邊的民眾呢 能夠提供一個快速回家的道路 局長 那大家質疑說什麼 這個排水系統沒有做好 很擔心晚上如果下大雨的話 可能會積水 會有這種狀況嗎 目前是不會 我們這個都考慮到了 如果今天下大雨的話呢 我們會把水啊 就導到我們的工地裡面 再導到這個側溝 這個我們都有做好萬全的準備 那局長 那這個工程其實還有人擔心說 他有一些配套措施啊 像是機車道都還沒做好 但事實上是不是機車道的通車 是在下一階段啊 是的我們是下一個階段大概要到七月中後以後啊 才有辦法通車啊 所以呢如果連快車道也到七月底的話呢 那這樣大家應該會是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分兩階段來通車 那局長有一些黑函的這個粉專還批評說 這提早通車三天有一點好大喜功 你覺得有這種狀況嗎 喔沒有我們是完全是以這個民眾的利益為最高的考量啦 安全啊然後快速回家 我們沒有這種奇奇怪怪的想法 局長你剛剛提到讓大家可以快速喔 但我也很好奇就是通常大家都覺得政府單位施工 就是慢吞吞就是很會拖 你們不但沒有拖到 而且還提早了三天 可以告訴我們這整個施工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這個計畫 讓你們可以加快這個速度 這過程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謝謝主持人啊這個這個我們在施工的過程 其實也遭遇到不少的問題啦 包括了這個降雨啊超過我們的這個預期 所以呢我們也稍微改變了一點這個施工的方式 那因為這個是用CLSM的這種施工方法 所以啊我們也針對這個品質管制的部分 我們也花了很多精神 我們也希望在如期如值能夠提供這個道路啊 讓大家來使用 市長有要求你們說要快點做快點做 要提前讓他通趕快讓他通市長有這樣子嗎 其實我們市長當然是希望能夠提供比較好的服務啦 那這個是我們加我們加快速度的方式 其實這是一般地方政府大概都很平常的一種做法 好謝謝局長這個詳細的說明 高雄市的水利局局長 有問題我們就直接打給局長讓局長來告訴大家 其實他們是分兩階段啦 他們在這個韓國瑜市長的臉書留言 他說他就是住在這個陸橋旁邊的公寓 二十多年來忍受了吵雜聲音很討厭 前任的政府封了六年多的地下道已經很不方便了 原來他之前已經封了六年了 所以這些問題 既然封起來為什麼不把他填平呢 怎麼這六年這些問題都沒有人去講呢 現在反而都要把他填平之後 反而來講說原來這個地方已經封六年了 不是在當地的人還不知道這實際的狀況 當地的人才知道真的有這個情形 所以這一個到底所謂的工程 對當地的居民到底是不是很期待 我覺得當地人最清楚了 所以我們現在訪問到的就是當地的里長 好 里長你好 龍水里的里長 初學齡 初旅長 主持人你好 你好 里長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工程是不是當地里民 包括里長你非常期待的 那做得好不好呢 其實來講這個鐵路地下化後 中華一路的那個填平工程 其實來做是對里民來講 是非常期待的一個工程 那因為這個工程從從開工到現在 其實來講 已經 但說一定會造成里民的一些不便 但是昨天的通車典禮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感到意外 但是說通車對社區來講 是一個好的事情 也能夠造成社區的一個交通的便利 那可是因為我們發現到一件事情說 因為它的路面 快速道路的路面 它高出我們兩邊住家 高出一米多 那高出一米多的時候 我們會直接會考慮到一個問題就是 萬一發生大雨的時候 那個雨水的宣洩是不是會造成淹水的一個 那個一個程度 但是剛剛水利局長有講說 兩邊的側溝都還在 而且他們有準備這個抽水機 這樣能不能解答你的疑惑 我想問一下水利局長 如果有抽水機的話 就不會淹水的話 臺灣就不需要多置紅池 好不好 其實來講 最先我們鐵 最先我們的這個地下道 其實來講 我知道居民跟我所反應的 是每逢好雨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地下道就變成了一個 蓄洪池的一個功能 那現在填平以後 居民現在真正是擔心的 雨量大的時候 我們的側溝到底能不能夠 發揮效用 能讓我們的雨水能順利的排除 那昨天我們也在現場 也跟水利局相關他們溝通 我希望能夠 在我們的路邊旁邊 再重新做一條水溝出來 來協助 這樣大的雨量來的時候 能夠把多餘的雨水能夠宣洩出去 因為我剛剛一直說過 我們的道路 現做的現在道路路面 已經高過我們兩邊住家的高度 1米多 那如果說現在 是 您說 是 離長其實我們只是很想知道 離長日好像還有第二階段的工程 只是說目前在兩階段的工程之間 可能要有一個配套的措施 離長謝謝你幫我們提供這麼詳細的說明 謝謝離長 好 這個施工工程是有分兩階段 只是民眾可能要多 當然當年民眾一方面也覺得方便 另一方面可能有擔心一些其他的問題 不過這個問題就要請高雄市政府來好好解決啦 新聞越來越熱 訊息越來越多 用你聽的懂的話 說給你聽 新聞大白話 週一到週五下午3點到6點 TVBS56台Live直播